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我们俩是来自杭州校海相声会馆的相声演员 我叫叶明珠 这位老师叫李广伟 是我 李老师最近可以说是喜事不断 是 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一下 李老师最近谈了个女朋友 刚谈 大学生 对对对 老年大学的大学生 老年大学 您大伙别笑啊 您别以为老年大学都是五六十岁的老阿姨 那还有 也有八十岁老太太 那还不如五六十岁的 这是开玩笑啊 李老师是早在九五年 就获得了咱们曲艺界的最高奖 牡丹奖 那都是过去的 可以鼓掌 而且呢不仅如此啊 您还拍了很多央视的代表性的节目 节目倒是没少 您先老一点的综艺大观 路过 曲院杂谈 路过 星光大道 路过 动物世界 路 没路过 我一大活人 路动物世界 这是开玩笑啊 李老师呢 虽然说在全国啊 不是太红 一直没有出名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我琢磨出来了 怎么呢 因为说向上必须得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表演 这话说的对 李老师老家在东北 您的台词当中还带着比较浓重的家乡口音 哇 说话有东北味 东北味特别重 不可能 当着各位 怎么呢 现场测试一下 你来 跟着我学说三句话 不出三句 您的东北话立马就出来了 不可能 别抬杠啊 开始啊 你来 笑里相迎真好看 笑里相迎真好看 观众朋友最热情 观众朋友最热情 干啥呀 干啥呀 瞧怎样 对对对 四分钟史诚说苦啊 对啊 太难了 不是你这是往沟里带我 不开玩笑啊 虽然说在全国致命度稍微差一点 但是您要到杭州打听打听 怎么样 更没人认识 没人认识 你说他干什么 没人认识那是我 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是啊 知道您今天录节目 您的粉丝 专程从杭州打飞滴 来到现场碰您的场 我 你看 粉丝 刚才在门口我就发现了 人家打听你 怎么打听的 90后的小姑娘 哎呦 请问今天 有没有李老师的节目 我们有啊 真的有吗 真有 真有啊 真有 不看了 这叫什么粉丝啊 不自己看了 那是 回去带着这边的朋友 一块过来捧您的场 你看 真捧场 对不对 而且您的粉丝 有个共同的名字 叫什么呀 李广伟的粉丝 李广伟的迷 叫什么 叫什么 伪迷 伪 伍振为来啊 什么叫伪振呢 伪迷不振吗 什么叫伪迷不振 您哪 我看好您 李老师 怎么 您绝对 这属于什么 这老来红 我老来红 什么叫老来红 你解释一下 您是老了之后 炉子里推 红了 烧了 什么啊 老来红 那没那么解释的 当然现在的观众啊 跟您当时说相的观众不一样了 怎么呢 现在的观众对演员的要求高 要求着演员啊 要年轻 嗯 然后呢 颜值 都得像我这么漂亮 你 漂亮 是 你 不好看 那我难看 你也不难看 你看 你是介于好看和难看之间 我属于 好难看 哎 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 不谈这个颜值了啊 关键观众对演员还有更高的要求 什么要求啊 要求咱们这个包袱密集度要增加 哎 这话说的好 四分钟之内要抖出几十个包袱 一句话得出一个包袱 一句话一个包袱 各位 一句话一个包袱 从南京到北京全国各地 这么多相声演员 一句话一个包袱谁行啊 谁也不行 我就行 那 你 一句话一个包袱 现场来一回 你来 注意力集中一点啊 李老师 您见过驴摇头吗 没见过 哎呦 李老师 问您个事啊 您说 您见过驴摇头吗 刚见过 别说了你